愛吃美食 但日式料理店的價格 您覺得多少才算合理呢 當然每個心中的齒是不一樣的 那麼現在就有日本料理店的老闆 在抱怨公社Po文表示 遇到這一組他眼中所謂的奧客 六個人點了三千八元 三千八 那麼最後不斷地抱怨說很貴又吃不飽 Po文曝光之後引起熱烈討論 但許多人狂孫用這個料根本不值這個價 日式料理白白種 烤魚串燒與沃壽司 擄獲掏客味蕾 鮪魚鮭魚鮭魚還有飽滿干貝 擺滿一桌 總共三千八百元的價格 你會買單嗎 老實講是偏貴的點 看起來食材都滿新鮮的 應該是還OK 一個人以這樣子來講 可能會在也是一千塊以上 日本料理多少錢才合理 見仁見智 有日式料理店老闆在抱怨公社發文 表示預造一組奧客 總共六人消費三千八百元 卻不斷嫌棄 又貴又吃不飽 老闆直接一比一還原當天餐點 十一片生魚片 一顆干貝 兩隻甜蝦特上聖盒兩份 合八罐壽司 兩盤雞肉串四隻 還有炭烤過日頭 櫛瓜山藥魚野菜盤 一共三千八百元 監視器畫面曝光 只見抱怨客人滿臉嫌棄 店員不知所措 一來的時候他翻開菜單 然後就是在抱怨 怎麼這麼貴 不應該抱著一種 你是來吃蒸鮮 你要來吃到飽 吃到爽 吃蒸魚片這樣子 炭火搖烤 用扇子控制火候 店家表示所有烤物都不用瓦斯 只用木炭慢慢炭烤 一次的成本就會用掉八百多塊 三千八這樣子貴 那我個人覺得說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所使用的那個材料 就不論是從米到烤物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成本都還是很高的這樣 什麼樣的價格會給到什麼樣的食材 其實自己也很清楚這樣 不過也有網友點評 這用料似乎不值那個價 老闆滿滿無奈 看不見的隱形成本 也是不小開銷 日本料理想要追求精緻 卻無奈 量成糾紛 記者江神俊 張神燕 台北採訪報導